请直视这些身体的线条 感受和现在的感受 那是充满力量的腿 手臂和腹部 致帮着性感的喉结 锁骨 手和耳朵 安全感包含的后背 肩膀和胸膛 呼吸的节奏 肌肉的曲线 骨节的张力 性感 诱惑 健康 且充满力量 没有服装风格 没有造型设计 赤裸的在白纸上以身体为比进行着素描 直到看到这张精致的面孔 画面外的人早已沦陷在肉欲的幻想里 同一个人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感受 单纯的身体也可以被赋予无限的意义 像断命的维纳斯一般寻找人类美的起点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便开始创伤健美的身体 是将自身作为审美对象所认识到的美 最后上升到肉体与精神美感的和谐同意 我一直在想象最终的封面会是一种怎样的呈现 虽然这张LV2023春夏装扮打破了我的期待 但我依然幻想着那应该是一张极具张力的近照 不需要任何复杂的装扮 哪怕裸着上半身下面唯一块布 但能够从局部的细节中窥见皮肤和寒毛的纹路 感知到人类躯干原始野性且充满荷尔蒙的美 但即便如此依然感谢这几张身体的声音 窥见到了只是人体美感时的激动热烈和疯狂 我们不必压抑对肉体真实渴望的本能 在对于腐道德和庸俗禁锢捆绑身体的社会中 是我的美不应该夹杂着危险与批判 红颜不是货水 不应该成为历史更迭负面的寂静 性感也不是暴荡 不应该成为女性身体耻辱的符号 褪去华服改喻执事的不仅仅是身体的自由 更是灵弱的自由